看盘的要素有什么? 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最有价值的信息 一看指数移动 大盘指数有时候会出现突然飙升或者说跳水的动作 因为事先没有任何预兆 所以被称为移动走势 如果说查不出来原因所在 而是跟随分时图走势做出投资策略 就很容易做出后悔的策略 指数移动 它是有板块带动的 如果说不是你所持有的板块 不要关联到你的交易 二看热点转换 通过观察当日分数的移动数据 判断是长线资金在积极运作 还是短线资金在游击式的冲击 可以清晰地知道是哪些热点在不断冲击大盘 从而判断该热点是否是持续性还是一日游 那我们讲持续性的题材基本上都满足两个条件 一放量 二分是走稳 快涨快跌 对应匹配的就是诱惑行情 三看量价匹配 通过观察成交量变化对应的指数变化 判断量价匹配是正匹配还是负匹配 成交量由短逐步变长 指数也是同步走高 则表明推高在不断加强 是正匹配 反之指数上涨 成交量却在伪迷是否 匹配属于无量空涨 短期内还要回掉 同样 当成交量由短逐步变长 指数却不断下滑 表明有大户机构在做空 是危险信号 短期行情很难坚挺 成交量不断伪迷 指数飞速下滑 是买盘虚脱的恐慌性下跌 这个时候果断进入 短线利润丰厚